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港马八语录》 我们修此佛法的目的 是为了处理三界轮回的痛苦 如果反到越陷越深 也就是说 修行掺杂着世间八法 信仰非礼的戒法 或者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最好的话 就会有身陷轮回的危险 这样本末导致的情况 完全是不如法的作为 这是我们应该放在心上的 我们都知道 此观音咒的重要性 也很想去念授 但只是念咒 并不是修行 你一定得修此仁慈的心 悲靡的心 实际地去付出行动 关爱一切的众生 我们都知道 那还是遇见的众生 在头里面有着这个脑子 就一定会需要睡眠 为了要利益众生 自己必须要神智清醒 所以就要好好睡主一觉 想着自己第二天早晨会早起 这是很重要的 这么做本身就是一种善心 行者在法道修辞的每一次地中 众生均是住院 因为他们是我们开展慈悲的物件 佛陀与菩萨众的证物 均非围起一己 而是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 众生也就是他们慈悲的聚焦所在 佛陀与菩萨圣众 若是只为一己之利益 他们是绝不可能达到圆满证物的 因为证物与一切众生是相关联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祸害根本就是我之 如能断除我之 自然灭尽一切事件痛苦与祸害 有些人根本不明了疾病根源 为自己本人 疾病根源是由于自己的五毒烦恼 和行为不当所引起的 烦恼的因实际上就是非理 不合理颠倒一事 也即是本来不尽 只为清净 本来无常 只为常有 本来无我 只为有我 本来是苦 而反直为乐 我们修持大圣 佛法的人 痛苦时 亦要很快乐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心有特殊的痛苦升起 对这种痛苦的感受 要像弥勒日巴一样 将它转换成一种 修道上的庄严 变成一种自己的修辞 这样 痛苦也会是 我们得到快乐的缘 今生既已领受这种痛苦 发愿来世 不要再尝受这种痛苦了 我赶紧 佛法并不是一件能够对我们有利极影响的东西 佛法的学习与实践存在着一个过程 而我们必须去熟悉这样的过程 当开始转新向法时 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就开始随着时间而改变 思维转变了 生命也就跟着转变 这时候我们的生命的确可以变得自立又敌人 请让诚实与美善的价值观 成为你行为与言语的动力来源 这样自然地就能产生 对彼此相互的信任与善意 如此就能创造出和平与和谐的气氛 你生活中的障碍将会减少 你会发现事情更容易达成 在沙发的订阅上 你会发现事情更容易达成 你会发现事情更多 在沙发的订阅上 在沙发的订阅上 好 你会发现事情更多 有少认识宝 在沙发的订阅上 不管做什么事 都不要让心散乱 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而要能针对眼前的工作 持续专心地去做 这就是禅定的修辞 所谓的智慧 是指能够分别善恶好坏的能力 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方式 而无论是什么生活方式 都要尽量地不离开佛法 这便是一种智慧的修辞 去看看我们自自然然的样子 我们人类具有的特质 像是微笑 要善用现有的条件 去充分了解现有的功能 而将之发挥出来 而非去期待 变成什么更高 更新的状态 才去做些什么 我们非常习惯于 在单纯的事物上 加概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划 身处时代虽然十分发达 五着各式充满各种烦恼和邪见 这样时代里我们变得更繁忙 我们的心总散乱于日清月异外境上 不太会向内心去寻找平静和喜悦 在听闻善知识的教导之后 最重要的就是实修 而且不但要有坐宗的修辞 也要把佛法带到日常生活中 词二者不应该有分别 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是困难的 一开始甚至有点风险 但坚持在真理上 能让其他人慢慢地理解什么是事实 你将赢得人们的信赖 诚实会为你的行动败来力量 不诚实或许可以欺骗他人一时 但终究人们会对你失去信心 之后你任何的作为都将起不了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正佛家道场的精神 不只是盖一个房子 成立一个中心 成立一个道场 就可以圆满了 不是这样 如果没有佛家道场的精神 那就变成只是花了很多钱 到头来很多的人聚在一起 对人们的修行也没有多大帮助 就是混在一起 彼此骂来骂去 像是做了很多工作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道场的精神 在一起 对人家要求一切 这些人的奥姆 都不是这样 不能当着 对人家要求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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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私人及公众的事物上 不顾自己的责任和分心 这会是你发展前进的障碍 不要被横之末节的计划带走 把你的能量贯注在眼前的责任上 全力以赴地完成它 这样保证能成功 因为所有货制成功的正确因素 已全部具足 果实必定从种子而来 如果你迷失在让你分心的事物上 就永远不可能达成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直至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之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之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话博账号 5044-4468 5044-4468 不明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新逢观世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呈一百万倍 慈悲之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八观摘戒 祭礼拜大悲惨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9月13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摘法医 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真护身员义工 工作时间 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工作内容 除草 打扫环境 洽寻电话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洽寻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摘法医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宣布 佛教智慧 尊贵 故事 华身时德大士 普贤菩萨映画人间的事迹中 当以唐代时德禅师之行迹 最为人们所熟知 他是由阿弥陀佛化身的风干禅师 简回书养 后更与世称文殊菩萨化身的 寒山大士称为莫密之教 殷三者接住于天台山国青寺 后人何称为国青三尹 别哭了孩子 你是迷路了吗 我送你回家 我没有家 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也没有名字 那你跟我走吧 寒山 这个孩子是你们村的吗 既然这样 你愿意住在这里吗 愿意 你是我在山上石德的 就叫石德吧 太好了 我有名字了 灵异 以后就由你照顾他 是 师兄 您快去看看 石德在摘堂撒野呢 嗯 啊 你知道吗 我有一颗明珠 埋在暗中 可惜 没有人能石德啊 什么 你能石德 小果身文 别说大话了 大胆石德 竟敢对佛陀无礼 啊 师兄 你如此放肆 以后不用心扫摘堂啊 去厨房洗碗吧 是 石德 你犯了什么过错 怎么被罚到这里 工作部分高低 这儿也不错 拿回家去慢慢吃吧 谢谢你 嗯 嗯 那些乌鸦又来偷吃了 嗯 哼 你接受出家人的供养 守护佛寺 清净道场 却不管寺里的事 让食物被乌鸦吃得一塌糊涂 如何当得齐兰的直思 嘿 嘿 师兄 我昨晚做了一个梦 梦到齐兰神来诉苦 说食德打他们 我也做了这个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如此看来 这食德一定不是平常之人 还有一桩事 我一直没敢跟您说 何事 前日 我在戒律堂说戒 食德和寒山 赶着一群牛闯了进来 食德 你太疯狂了 竟敢破坏说戒 那轮回生死 虔诚悠悠的众生 正在这里聚头闹 无称即是戒 心境即出家 我性与你和 一切法无差 食德 快出去放你的牛 我没再放牛 这群牛 前生都是本寺的高僧大德 都有法号 不信我叫唤他们 他们都会应声的 前生律师 红镜 站出来吧 前生点座 光超出来吧 执碎禁本 站出来吧 执事法中 前生不持戒 人面而畜生 你今朝此救 怨恨于何人 佛力虽然大 你却孤佛恩 以你所说 那食德 两位师兄 吕秋太守前来拜见 快请 两位大师 经文寺里住着一位活菩萨 特来拜见 请他的周线讲经 去求食德过来 是 食德和寒山离开了寺院 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师兄 若干年后 小师傅 你可知道食德大师 当然知道了 他是我们国庆寺的传奇人物 普贤菩萨的化身 请跟我来 这些是食德大师的舍利子 小三米返回寺院 把这件事告诉了大众 大众这才知道 他们所敬重的食德大师 一在盐洞里试迹 就将盐洞号为食德盐 这个盐洞在国庆寺东南方 约距离寺院二里左右的山峰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新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菠萨讲座》 那修行是一定要改变这种行为 这个叫做修行 不然的话你修了什么 修就是一个改进的意思 你车坏掉了 漏水了 漏油了 那我们就是去修理 后来就不漏 对不对 这个是修好了嘛 那一模一样 到现在为止 我们众生 自己想要幸福快乐 得不到的 偶尔得到 但是又被其他的因素摧毁了 又痛苦来了 这样的一个轮回当中的过生活者 非常辛苦 那所以佛菠萨告诉我们 我也很想让你们离苦得了 但是我自己没办法亲自去让你离苦得了 我唯一的方法 我告诉你如何去思想 才可以这个轮回的声音痛苦当中 你慢慢的就是自己就处出来 那我们所修的所思想的部分 哪一个部分是比较好的 他说简单来讲大乘 平常我们讲六多万恒 不思波罗弥陀 对不对 持见波罗弥陀 经济波罗弥陀 安忍波罗弥陀 这些都是你一定要争取 你有了这样的的时候 你就慢慢就远离这些的痛苦的因素了 为什么佛菩萨他们一直强调 于中心常的告诉我们说 要修安忍 修安忍 佛菩萨虐待众生吗 为什么强迫要修安忍 那我这样的人下去 他虐待越来越强啊 我曾经拥有过 遇到过了这种的人 他也跟我讲 那每天都安忍 包容 那每天的就是虐待的越来越厉害啊 所以你修安忍 佛菩萨他们 测语我们修安忍的这个机会是 一时之一 因地之一 因人之一 所以一定要看情况 什么时候修 你类似遇到遭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 才用这个安忍 心里就很平安无事的时候 那你修安忍怎么去修啊 根本没有修 不需要修嘛 如果你没有跟任何人打仗 说皮质盔甲有用吗 那有些人怎么说 我也修啊 怎么去修的 被老板骂 还是心里很恨 但是我就忍下来 修安忍跟忍耐 这两个前面我加了安字 为什么加安 安忍跟忍 这两个是本体